中文字幕 字幕 李宗盛 鹹魚 蝦糕 蝦醬 整條街都是海味 但我真的充滿大海的味道 咦 阿維 喜歡大海的味道就對了 跟我來吧 大澳 古名羊公洲或揚州 在歷史上是珠江口的交通樞樓 這裡三面橫山 還有獨特的蛙形水道 簡直是頂級的避風塘 雜魚 龍 鹽霜 魚一地 自明末青初起 已經在珠江口一帶 最繁榮最重要的海邊襲鎮 全盛時期住了兩萬多人 可以說是古代版的油尖旺 有什麼問題問問他吧 吳先生你好 今天帶個朋友來探望你 不用說那麼多話 穿著大海的話跟我下船 好 吳先生是大澳三大魚業行會之一 鮮魚行的主席 父輩以前在大澳做開魚欄生意 這裡近五十年來的變遷 他療而止掌 講得古多 這次讓我坐定聽 因為以前那些魚船 沒有機器 全部都風帆 那些魚船早上拿魚 到黃昏時就回來了 一年四季都有魚 那時候魚鵝是多的 黃花多的時候 好像七八月的時候 一段段時間 一水水的 有時候買魚多的時候 又多了 到池魚 那些漁民 為什麼要拿池魚呢 他們就燒好魚頭 放地出去 哇 到池魚雲陀陀 你就任你兜 因為大澳對出 就是柱陽和珠江喉 鹹淡碎交界 所以魚產特別豐富 我們小時候 跟著老爸在魚欄 看別人的魚鵝回來的時候 看著他們收魚回來 跟著我 比如我哥哥 那些大哥 晚上就把魚鵝 把香港仔賣 魚鵝全部都會經魚箱的鮮艇 運出市區埋 大澳漁船在高峰時期 曾經佔全港漁船數量一成以上 可見地位舉足輕重 不過說到古代的大澳 最出名不是鮑魚 是產鹽 大澳鹽業二百多年前已經很成熟 沿著坑尾溪和南蔥都有不少鹽田 五十年代還有很多 以前的鹽都很興奉 以前的大澳的鹽 是出口的 那些學老人很勤勵 他們也很有方法 每天早上打水 殺鹽種 到黃昏時間 他們就收割了 鹽就拖起一塊塊 像金字塔一樣 就好了 找些工人 把鹽運回到有幾個鹽倉 然後把鹽倉包包 然後去哪裏要出口 大澳產的鹽不止通宵香港 還軟消中國各省 如果數歷史 其實早在北宋 已經有觀納鹽田海南山 三四十年代是鹽業的高峰期 每天至少有三百艘鹽船 在大澳出出入入 但戰後就開始鬥不過 泰國、中國的平價鹽 大廈六十年代開始 鹽田已經開始適微 一定沒有人去曬鹽 鹽田荒廢 就變成現在的紅樹林 啊 講到田 我又知道些東西 客家人在大澳附近耕田 都有百多年歷史 農田主要在大澳南面 和東面的山腳 不過和鹽田一樣 大部分已經荒廢了 鹽葉衰落 農田荒廢 同時魚葉都一樣 魚葉到了六十年代前後 就逐漸失眉了 事關漁船開始機械化 還有漁民用拖網打魚 結果搞到過度暴撈 越打越少 黃花魚的漁獲到了五百年 就插水式釣到四百零二淡 不少漁民都出去市區找東西做 得到現在三千多人 也慢慢轉型做旅遊業 和海產加工 沒錯 永安街和新橋橋頭的街市街上 蝦醬蝦膏蝦崗魚肚 鹹香撲鼻 啊 又到時候下船了 荒廢哥 還有沒有問題 我有什麼問題 你有沒有問題 我有問題 不如上街再說 到底在Seabank有什麼問題要上街再說 我們下回再做 到之後 看到了 怎麼樣 那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